大家好,我是阿蘇 我現在路過貴州 安順市的永寧古鎮 這也是一個明清古鎮 可能是由於他的弟弟位置 是比較重要吧 這個永寧古鎮呢 它是在國道320旁邊 G60高速公路從這裡通過 由此可見,這裡地理位置非常好 在古代應該也是一個完整的 完整的縣崖吧 或者叫周府 古代這裡是叫永寧州 這個古鎮裡面 都留有一些歷史的痕跡 現在還能看見一些古城牆 古西台 周府衙門 維峰書院 涅加大院 一些 擁有歷史的印記 不過 就這個永寧古鎮 名氣 並不大 很少人知道 我也是路過這裡才發現的 反正都是路過 就隨意看看 隨便走走 看得出來 這個地方 政府也是花了力氣 出了錢 希望 打造成一個 旅遊的 景區吧 永寧 這地方 看來 並不是很大 感覺挺安靜的 但 看這些 一些歷史的印記 看得出 曾經也是繁華 喧囂過 永寧州府 很明顯 這都是屬於 恢復性 古蹟 維峰書院 現在 現在也都 關著門看不見 現在也都 關著門看不見 孽家大院 在這個 在這個 離這個 古鎮不遠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 科學考古的遺跡 觀林古生物化石群 裡有景區 這個 這個景區 算是被我包場 沒有看見一個工作人員 一個遊客 當然 當然 也是 因為 來的比較晚了 太陽 都要落山了 但這個公園 修建的 很漂亮的 這個公園是2006年開園的 公園古威畫面積有86平方公里 那也就是說 這86平方公里的範圍內 都會有很多的化石 關嶺化石群 國家地質公園 埋藏的化石群 是2.21年前的海生爬行動物 有魚龍海龍 海白河 是 鸚鵍鵬絡 bundle 口 範圍 荒 火 水 樹 quieren 斋 不过还是比较遗憾 不能进入到展馆 易度方融 只能在外面随意的游荡一下 到此一游 欢迎大家给阿叔点赞 转发评论留言 更欢迎大家订阅阿叔的频道 可以跟随阿叔的镜头 去看更多美丽的风景 谢谢大家 我可以看更多美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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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大家看更多美丽的风景 不过再去看更多美丽的风景 我可以看更多美丽的风景 也会看更多美丽的风景 disability的风景 就是利用来看更多美丽的风景 注意看更多美丽的风景 在更多美丽的风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